HELLO 大家今天是2021年脫口秀爭霸賽的比賽當天 決賽喔 我是今天的花絮主持人佩佩 剛才咬到了一邊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去採訪朋友 我們今年的參賽選手還有評審這樣子 那就走吧 哈囉大家 現在那邊好像在排練吧 氣氛非常的速殺 所以我想說現在做一個比較可愛的 HELLO 今天是第一次參賽 對 那不要問廢話囉 好沒問題 你會緊張嗎 廢話 那你有自己的幸運小物嗎 沒有耶 可能就是放輕鬆心情 好不錯耶 這好概念 可是沒有 可是我女朋友會來 所以她應該就是我的幸運小物 幸運女神 就是因為啊 像我會覺得這個世界是有魔法的 那如果真的有魔法的話 在現在這個當下 你會想用什麼魔法 哇 勇氣魔法 勇氣魔法 你覺得現在自己有點害怕 對對對 好 沒事 因為我是魔法少女 所以我可以給你勇氣喔 來跟我一起做喔 一二 勇氣 我真的用反了 沒事 好 那我們訪問先到這邊 謝謝 感謝你 感謝你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謝謝 好 接下來是我們今年的 欸 李安 哈囉 李安 嗨 嗨 李安這次在整個出賽啊 的呼聲都非常的高 大家對你的決賽非常期待 可是可是 這幾年啊 其實你應該也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採訪的時候 還沒有抽籤 喔 對啊 對 所以每年都有 出賽呼聲最高的參賽者 決賽 會是投陣的這個傳統 你會擔心嗎 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 就對我來說比賽已經結束了 嗯 因為 呼聲最高其實就是贏了嘛 嗯 那最後有沒有真的贏 或是最後實際民視是怎麼樣 我覺得 對我來說已經結束了 因為 對啊 我的比賽已經在 當我是呼聲最高的那個瞬間 就是 我就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了 好讚喔 我去年比賽之前上台超級緊張 而且得勢心很重 對我覺得 果然是 先敗 我覺得就是 得勢心是難免啦 嗯 你要說我完全沒有得勢心 不可能啦 嗯 但就是 你現在有那樣的 那時候如果現在有那樣的顧慮 嗯 你要想什麼東西可以讓我有好表現嗎 我有得勢心的話 不會有好表現 讚讚 謝謝 嗯 這樣他會不會拍的很辛苦 沒事 哈囉阿山叔叔 嘿嘿嘿 喔今年今年 喔今年特別帥耶 謝謝 我開場有個小問題喔 你看 今年這個感覺有set過 那這個是不是你的幸運小物啊 對 這是我的幸運小物 這是管一媽 我一媽 我一媽 我一媽給我保比 我給他保比 喔 保比保比 我一媽三個 喔 嘎起鬼 應該有效吧 我也不知道 應該可以啊 他可以盡心啊 像我的幸運小物就是這個 我的魔法少女小本本 對 雖然他只有皮啊 去年常常說就是 比賽 我是一個壓力很大的人 所以我今年 這個壓力很大的人 換你們做囉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好 好 那 我突然想不到他講什麼了 我們可以跳一下嗎 一二三 跳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特別說的 好像沒有 就是大家幫我們加油吧 嗯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剛才大家有見證配備一個很擅長很擅的魔法 很擅長很擅長的魔法喔 這個尬療魔法 效果非常好喔 感覺到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謝謝艾丹叔叔 祝你順利順利 謝謝 嗯 好 謝謝 想說 如果你會緊張的話 想問你會不會有什麼 可以放鬆或暖身的技巧 暖身的技巧或放鬆 我覺得我現在就已經蠻放鬆了 哦 有有我感受到他那種軟軟的軟軟的氣場 這跟人設比較搭 是好事 那你有沒有自己的幸運小物啊 其實我是不會特別準備 不過我每次 因為講人設 所以都會穿 穿這種東西啊 這種的 嗯 也不能說算幸運啦 是模仿豪哥嗎 沒有啊 豪哥會生氣耶 他說他自己沒那麼老 我們身高差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巨洋 你是沒有定角版本的巨洋 我今天記得啊 我老婆不喜歡啊 我是國際表象的巨洋裡啊 哦 那感覺兩位超放鬆的耶 反而我比較緊張 我還想說你今天 你今天是又有喝嗎 還是沒有喝 還沒 還沒 還有這次高粱就是了 那等於他很危險 哦 哎 不過你們感覺很放鬆 是剛剛是暖身完了嗎 還是 是吧 算吧 算嗎 對 我覺得今年的參賽者 大家狀態都很 很糗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只打 因為今年沒有巨洋裡 哎呀 太小了啦 巨洋裡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剛好我們兩個把你打敗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來今年巨洋裡 還是我們很喜歡的吉祥寡 對對對 那這次 這次在這個場啊 因為平常 兩位都是比較偏 惡傘 跟Comedy 對 今天場 特別大 你們會 有沒有什麼 需要特別做調整的呢 我覺得可能 如果有些動作 要 做清楚一點 然後放大 我猜啦 我要跟注意一下 附近有沒有那個移民署的官員 很害怕 很害怕 我覺得 我之前一直覺得 我跟AG有個共同點 什麼共同點 AG是外國人 我是外星人 都是外人 OK 大概是這樣 對 你們像我自己 會像這種比較正式的場合 我都會帶一個自己的幸運小物 那你們這次的比賽 有帶自己的幸運小物嗎 酒瓶就不用了 謝謝 真的是酒瓶喔 沒有 真的是酒瓶 啊 冰腳低調 冰腳低調 我覺得還是 我們徵集一下 聚養你的冰腳 當大家的幸運小物 我幹什麼的幸運小物 OK 可以給觀眾抽啊 就底下留言 抽醬 一個你更抽 我覺得08 會不會不願意耗費這個行政資源 08要抽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你們祝你們今天順利順利 謝謝 謝謝 魔法集氣嗎 魔法集氣 我想一下我這個 今年好像沒有新的動作 好 集氣 愛心 愛心 再愛心 我們愛心可以是3D的 沒事我們3D 3D了3D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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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ichael他說等了一年 真的真的真的 想要跟我一起做子宮POSE 子宮POSE 來子宮 耶子宮 合體 耶 合體 衛京 往前 耶 我是真的有子宮的人嗎 我們這邊是山寨版 我也有幻想的子宮在我體內 幻想的子宮 OK 那 Michael今天 Michael跟嘉玉今天是 有特別支持的人嗎 特別支持的喔 特別支持的人 特別支持 我們 四個笑話 這個 脫口秀團體 在一月的時候有演出 那我們今天有兩個團員 都有上決賽 是阿坦叔叔跟品賢 我跟嘉玉 就是賽前 我們有特別 互相鼓勵支持一下 對 說得年到 說得年到 阿坦叔叔 我支持Elvis 我支持康弟 你可以滾了 你可以滾的嘉玉 滾 沒有人像你做效果做那麼差的你知道嗎 我沒有做效果 我是發自內心的 Elvis加油 康弟加油 呃 好 大家都加油好不好 大家都加油 要跳一下嗎 美夢奇 哈囉 大家 嗨 這是我們 好好笑女孩的康弟 哈囉康弟 嗨大家好 我是康弟 康弟沒想到 對我真的沒想到 沒想到 沒想到進決賽了呢 好怕 現在超級緊張嗎 可以活 看到我有比較不緊張嗎 對啊你去年怎麼活過來的 好可怕 我去年就覺得一切都是在臨遲 不過好像有點快感 好變態 真的在變態 用什麼方式讓自己放鬆呢 大概 好像沒有耶 沒有嗎 不過我今天早上有吃了一個滷肉飯 我覺得有稍微服慰一下我的心情 喔 對我來之前有想說 問你要不要再大盒滷肉 這是標配 演出跟比賽前的標配 對就是來一個滷肉便當 補寫60份 補寫60份 所以滷肉飯就是你的幸運小物囉 對 所以一定 就是一定要先吃 吃了其他再說 好 發現我自己進擊的時候 我先吃 先吃一碗 我先 老闆再給我一碗 先吃 他發現自己進擊的反應就是 我先吃滷肉飯 非常的可愛 我先吃滷肉飯 怕死了 那現在我們還沒有抽錢 對啊 你會擔心等一下抽到哪顆順遜嗎 順序喔 嗯 就是 我覺得不要壓軸 就都好了 是因為 因為我開始已經覺得有點累了 現在幾點有點累了 剛從台中上來好累 偉的應該更累 他從高雄 好累好累 南部上來好累 那麼遠啊 可是今天的場比較大耶 你 會覺得自己的表演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嗎 調整喔 還好 也不就是有一些男生是我異營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 我ok 我ok 應該是已經有一些energy 就是多看看 我心想的那些 對對對 好 他會從環境中自己擷取他的energy 很棒 除了滷肉飯以外 我另外40%就是異營他們 好煩 好 那就等一下就祝你順利囉 提管 為什麼要提管 你知道我今天因為我今天來當工作人 然後我一上來我就 我就以為會看到ok的那邊訪問那個 就是今天的參賽者 因為通常都是那個歷年的冠軍來訪問 然後我一上來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那邊穿得很 就是很浮誇 然後怎麼是佩佩在那邊訪問 我就去問那個那個工作人 我說欸為什麼今年不是ok的訪問 他們說喔就是搜求哥建議說要找女生來訪問 然後我說去年的參賽者要找女生 除了我還有誰 還有我喔 教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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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這口氣咽不下去 我剛才在那邊吃飯卷 我邊瞪著你 找女生怎麼是找你 你有子宮嗎 哈囉 你有在排血嗎 我跟你說 就是有個概念 就是女生可以說自己有換肢 換肢 對 就是我有想像過下肢 我就可以有換肢 所以我也可以有換子宮 那我也可以換老二嗎 對換肢就是換老二裡面的其中一個分歧 所以我可以讓自己爽 可以 我們追求心靈 追求精神 然後我就越看越不爽 今天你還可以有妝髮 我有妝髮 我還沒有 我今天來這邊的使命 我去那邊賣愛心手工貼紙 就是08卡 08卡好笑出了手工貼紙 讚讚 我去年好不容易進決賽 然後當唯一的生理女性 結果今年來這邊賣貼紙 08卡好笑 什麼意思 然後她一個冒牌女生在那邊訪問 各種評審各種參賽者 欸你們真是欠我一個人情耶 我是精神女性 也很讚讚喔 精神的層次比較高一點 好啦謝謝 沒事 沒有我在看你的妝 我明年 我明年再參加一次比賽 再進一次決賽 然後再來訪問 然後妳後年要當 然後後年又被另外一個假女生給偷走 喔難說喔 我是不是要變性啊 可以喔 因為他們說什麼 我們現在這個偷秀市場要多元 所以我們才找各種不同族群來 是 所以我根本沒有 我沒有立足之地耶 我就是一個最normal的異性戀女生 你現在就站著 我根本沒有立足之地 還你啦 還你啦 再進來讓給你 讓給你 耶 我全都要 哈囉Social 哈囉哈囉 一年不見了 欸沛沛 為什麼都不見了 很奇怪都不來 我今年在做魔法修行啦 好 Social會比較 現在哪一個點去做評分 我其實我還是 比較在意那個 他整個在台上的喜劇張力 喜劇張力 喜劇張力 就會讓他的表演豐富 那第二個當然文本就是要夠 要挖得精巧 然後挖得深也蠻重要的 喔 比如說就是一個技術跟好看的秀這樣子 對 技術跟 就是要打動人的點這樣子 記憶點這樣子 OK好 後面的選手沒有人在聽 這這麼珍貴的情報真的太浪費了 呵呵呵 現在聽也來不及了 來不及來不及 好那我們訪問先到這邊 謝謝Social感恩 謝謝謝謝 你今天有沒有特別看好的選手呀 今年特別看好的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李安 但是我私心還是希望搬給康帝 喔喔喔喔喔喔 對 講的政治就是有好處 喔喔喔 然後反正就是 顏值就是正義啊 放不掉啦 那我們把問題反過來 你有沒有覺得 因為我們這次今天是在紅樓比 是是是 那這種場地其實相對大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有特別 就是會進入比較不利的烈士的選手呢 比較不利的選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不利的選手 我覺得看顏值的話 每個都很不利啊 除了康帝 除了康帝 喔怎麼說 因為李莉她的氣場 是屬於那種比較收斂 對對對 那種在小劇場 你這個跟最後一排 要達到那個同情的話 都還蠻容易的 但今天場地一大 她的氣場如果整個縮下去的話 可能後面的人 會沒有辦法 catch到她的那個情緒 這個東西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喔對 李莉她會有那種 有點臭臭的感覺 對對對 太放鬆了 太放鬆了 所以這個可能會是 她一個相當的弱勢 但是李莉她的風格 就是我她很很親切 她真的就是好像在跟觀眾 就是在聊天一樣 本人本人 為什麼你要 你為什麼今天變了 你為什麼改造型 完了李莉 李莉完了 李莉完了 她已經背棄了自己的人設 背棄了自己的人設 背棄了自己的人設 她已經背叛觀眾了 我覺得現在出賽頭 她的那些觀眾 現在都在家裡面懊悔 你糟糕了 你糟糕了 為什麼要變成這個樣子 我現在就很久 我抓到我們的好評了 喜劇慧公子 今年也是好評也是評審 去年也是評審 對對對 去年焦哥跟我 然後還有奎丁 那這兩屆的參賽者 就作為評審的角度的話 你會覺得這今年跟 去年跟今年的氛圍 跟艾爾城對我們有什麼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今年好像比較多深面孔 因為去年的話就好像 平常在OpenMine的時候 就常常看到 然後今年是初賽 真的多了非常多的深面孔 然後進到決賽的時候 又有很多很新奇的組合出現 所以我覺得滿期待 我甚至都逼自己不去看他們的 初賽的任何的練習 或在OpenMine的表現 我想要在決賽決勝服務 你想要保持一個新鮮感 了解 不過Open你去年說 你的去年的評分標準 就是是自信很重要這樣子 但是因為今年的場地 改到紅樓這麼大的場地 那你的評分標準 會做調整嗎 還是說還是維持不跟去年一樣呢 我覺得比較整體性 但今年我一個 更可能會去聽聽看 有沒有一些比較聰明的笑話 就是比較格局高一點點 覺得這個東西 不是單純的小丑拍 這個Social講過的小丑拍 這種東西 比較淺包的內容 想要聽到有智慧的東西 但其他評審我無法控制 那我這部分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智慧 有一點格局的話 你就得到完分數 所以今年的馬克吐司流的優勢已經消失了 那什麼新浪潮的 不要再來亂了 新浪潮滾 小拍子小拍子 所以今天還是硬實力的感覺 是 好 那就謝謝豪平 好 謝謝 感謝感謝英格 耶 我知道我們的好控室 抓到我們的頓者 嗨 蓓蓓你好 今天來當評審 謝謝你 對啊沒有 那之前也是在 香港也有開自己的這種 戰力喜劇的專場 啊有 剛好就2020年 剛好一年了 沒錯 來台灣之前辦的 這樣子 辦完馬上走 對沒錯 那你覺得香港的 戰力喜劇跟台灣的戰力喜劇 對於有沒有風格上面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都一樣 全世界都一樣 就是一個人站在台上 所有的人看著你 然後就你一直講話 講到有人笑為止 好難 是有點難 沒辦法 片審示範 特別在意 或者是有興趣的選手 都很好 對 這是有勇氣去參與這一定跟哪 對 那今天是評審嘛 所以你的評分標準 有沒有特別會在意說 在台上的表現的哪一部分 是你特別care的事情 我覺得自信就是最重要 自信 對沒錯 就因為你 你知道人很喜歡欺負人 他就看到你 越害怕 他就越欺負你 對 他看到你很勇敢 他就不敢欺負你 那你講什麼 他就覺得很好笑 這樣 還有一種方式不被人家欺負 就是 看起來怪怪的 像我這樣子 你不會啊 看起來很性感 很可愛 非常可愛 你再講了你忍不住 不用不用 OK 我們抓到我們的歡樂評審凱莉了 哈囉凱莉 什麼抓到 我就抓在那 你就說凱莉過來 我想說這樣子比較可以製造驚喜感 沒關係 我很喜歡人家這樣對我說 好 那凱莉 你去年也有看去年的比賽嗎 完蛋了沒有 沒有嗎 因為 因為今年我覺得就是好像 參賽者生命果蠻多的 你覺得你對於今年的參賽者的整體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我有很 雖然我認識幾個參賽者 可是我蠻刻意的就是不要去看他們誰是誰 然後其實我連最近在OpenMine 因為很多參賽者會來練習 我都會有一點迴避 跟我一樣 你為什麼要學我啊 你才學我 其實因為我就是今天的歡樂評審 那我知道我就是 因為去年的歡樂評審是奎丁 那我想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 那我想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把歡樂帶給大家 所以我就不想要先聽 我想要第一個最直接的反應 評分的標準 凱莉會比較著重於哪一項 我自己嗎 第一個一定會先看臉 是要講這麼膚淺的回答嗎 還是要很專業 今天可能都比較 女生因為我雙性戀 我自己覺得啦 我會蠻注重這個人一上台 有沒有一種quiz 是讓人家想要聽他講話 就他上台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 是討喜的 那這個討喜不是說他很可愛 不一定 可是就是讓人願意聽他講話 我覺得這個蠻難的 有一點這個有點吃天分 像我就是比較討喜的 以上就是2021年TOKO秀蒸發賽的花絮影片 那如果今年沒有參加到的朋友 歡迎明年明年也是要記得買票入場支持喔 訂閱零八看好笑的YouTube頻道 按讚分享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是沛沛 我們明年獲喜會再見啦 按讚 按讚 按讚